这里我们讲一下 这个函数的一个 也是另外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 点叫做inflection points 就是我们叫做拐点 函数的拐点 那么它的定义是什么呢 如果说fx它是continuous 在这一点 在这一点它是连续的 而且fx 它的concavity是变化的凹凸性改变 它的凹凸性改变 x0和fx0 在这个点 它从它的凹凸性改变 就是那么concaveup变成concavedown 或者是concavedown变成concaveup 那我们就说 x0 fx0 是 the inflection point offx 那这个我们要找到 那这个我们要找到 那么它能够 要能够 找到它的inflection point 那么 x0 fx0 如果是inflection point 如果是inflection point 那么它这两种情况 一种是它的二阶导数等于0 或者说二阶导数不存在 它只能有这两种情况 就像我们前面讲 maximum和minimum一样 一阶导数等于0 那么它是critical point 那么你要确定它是minimum还是maximum 那么我们通过我们前面的两个定律 而inflection point 就是二阶导数等于0的点 或者是二阶导数不存在的点 那么我们要证明 要问它是 是不是 那我们只能通过二阶导数在左右两边的符号来判断 二阶导数从正好变成负好 或者从负好变成正好 那么这样的点才是 才是inflection point 那我们来看一下立体 那么这个立体 我们可以跟concavity concave up,concave down的判断 再放在一起算 如果说 fx等于 xe的负x 我们就 我们要determine 他打的 interval of concave up and down and 看到 招夏�이 方式 他的 inflection points 那如果我们只要找concavity和他的 inflection points 那我们只需要管他的二阶导数 当然我们要先算他的一阶导数 一阶导数是e的-x-x e的-x 那么二阶导数 好 -2e-x 再加上x e的-x 好 等于x-2 e的-x 那么二阶导数 等于0 我们只能找出一个点 因为e的-x始终是大于0的 所以我们得到x等于2 x等于2 x等于2 那我们不是 我们只需要好一个数字 x等于2 那么我们看他左右两边二阶导数的 符号 x等于2 x 这个1的-x始终是大于0的 所以x如果小于2的话 它一定是负的 一定是负的 那么它就是concave down 然后x大于2的时候 它是正的 这就变成concave up 所以 2 这一点 和f2 那么f2等于2被1的负2次方 这是 inflation point 而且是 从负无穷大到2 这个是 fx是concave up concave down 从2到正无穷大 fx是concave up 这是第一个立体 我们可以再看一个 fx 等于x加上2被的3x i find the inflat concave up ofx 所以这个我们直接算它的二阶导数 好 一阶导数等于1加上2被的 crosan x fx的二阶导数 它是等于负的2被的 3x 那这个 它的就比较多了呀 fx的二阶导数等于0 0 它的二阶导数等于0 那就变成了什么呢 x 就等于nπ n等于01 所有的nπ 所有的nπ都是 都是都是它的这个inflation point 那我们也也不是 就是它的二阶导数等于0 好 其实我们只需要找出一个区间就可以了 我们先看在一个0到2π的区间 这边啊 nπ 那么就是我们看0 这是π 2π 然后只需要找出一个 找出一个区间 我们其他的东西都都会了啊 好 那我们看一下 这是-2 0到π之间3x是大于0的 所以 这一部分它是小于0 所以fx本身是 concred down 那么π到2π之间 π到2π之间 3x是小于0的 所以这是 加上前面有负好 所以这是正的 它是concred up concred up 所以我们得到的结果是 n如果是 n如果是奇数的话 n如果是奇数的话 那么就 哦 所有的nπ都是对的 所以 所以来说 nπ fnπ 这是 所有的都是 inflection point np 因为这 这边又变成 efed 那边是真的 在一个二牌区间 我们就可以看得出 nπ 那么就是nπ n 都是nπ 就是nπ 3Ampi等于0 这是我们求inflection points的方法 我们这二阶导数等于0 然后再去通过判断它左右 这个凹凸性就是concavity 来判断它是不是inflection points 谢谢